今天週末,在加拿大來說是 Thanksgiving Weekend,即是感恩節 在以前的時候,因為這個秋天的時間,是農夫做了修成 慶祝有修成,感恩 所以在加拿大,這個週末是故意感恩 實在,如果想想,在這裡來說 真的可以說有很多東西,是可以感恩的 最重要的是,起碼我自己 在這一兩年,雖然是大流感 在疫情的時候,我都算是健康 這件事可以說是感恩 在另一個層面,在這裡是有freedom of speech 有言語的自由,有思想的自由 這件事真的可以說是感恩的 在這裡,政治來說,是有自由 你喜歡選哪個黨都可以 這裡有由極左到極右的 你都可以選 你就算是選輸了,或者不同意政府也好 你不會被人收坐牢 你的言論,如果不是欺騙 說了假新聞,你都不用怕有人會抓你坐牢 不同意政府,那就不同意了 你不要說暴力也好 是沒有人罵你 也沒有人理你 在言論上是有自由 在信仰宗教也很有自由 你不要偷偷拐騙 不要做神棍 做神棍也有他們做神棍的自由 但無論如何都好 就算是有這個自由 我在這裡來說是十分感恩 行動來說 當然,這次pandemic來說 真的可以說這個自由是少了 大家都說大家好 壓低了疫情的擴散 有部分的自由是因為疫情的緣故喪失了 但我很希望 如果每個人都可以遵守這些衛生規則 這些自由慢慢都會恢復 我也很想去另一個城市 無論是做旅遊也好 做甚麼也好 希望這些自由可以回來 實在都很感恩 也有一件事很感恩 因為上個星期 如果大家有跟我的YouTube也好 我看到Sam和Wingo、Canman這兩個人 就來了Halifax 我跟他們在這裡 遊了或是拍了幾天的視頻 有拍片、有言論的自由 他們兩個真的很辛苦 大家不要罵他們 因為星期五來說 他們早就去了機場 還要趕來趕去 我不知道原來去星期五 在Halifax的上午去了機場 一直到… 我不知道在Vancouver 幾多點回到他家 這裡隔了四個小時 在Vancouver還要晚刻 還要拍一部影片 一個phone-in-show 就是你來做移民 第一份工作 血淚死 還要拍一部影片 在我這裡的時間來講 他是十一點半以後才開播 談了兩個封印 兩個小時 在這裡的時間來講 真的點幾兩點 即是說他一天 在Halifax 從起床 在Halifax 去機場 一直到… 做完那個show 那個星期五 真的二十個小時 在飛機也好 在機場也好 預備做show也好 真的二十個小時 不能睡覺 這個真的很辛苦 我真的佩服了他們 他們都要保重身體 都是為他們安全地來到 安全地回到Vancouver 都是為這件事來感恩 在這個show 我當然不是說 十一點半才開播來看 我就在YouTube 最後才看回 即是星期六才看回 看的時候要在Live chat 有一位在Live chat 叫Sam和Wingo 說說這裡的種族歧視 工作上的種族歧視的問題 他就說 這是真話來的 因為這裡加拿大 對移民的種族歧視 是很重要的 Lots of racism 他還要不要只說加拿大 英國的種族歧視很重要 他的朋友告訴他 Lets be honest 老實說 所有移民 All immigrants 來到都會受到種族歧視 沒有人肯出聲說 沒有人speak up 有其他網友 就回答 是不是我來了這裡四十年 我沒有試過 不要在這裡放負 這位網友就說 你沒有試過種族歧視 是因為你是自己做生意的 或者你沒有跟白人做事 白人很壞的 跟他們一起工作 是種族歧視 他們一定會歧視我 有些人就回答他 他說 我的老闆是美國人 他真的很歧視 為什麼呢 因為 我的車壞了的時候 他幫我租車 他又替我搭路 讓我租車 買車便宜一點 他真是很鬼死歧視我 那就真是扎回他 不要在這裡放負 他繼續在這裡罵 他說 是人來到加拿大 歧視得很緊要 為什麼呢 有幾多個Fortune 500 即是大公司 是亞洲人做老闆的 實在我都知道 很容易看 我都看了有不少 加拿大都有 有些人就說 不是說白人 我和有些中國人 我打中國人工的時候 他們對我都很差 不要只是罵白人 有些人就罵他 有些人說 有幾多亞洲人 在這裡首富 即是10%的有錢人呢 很有趣 很多人 沒錯 可能亞洲人 真的賺不到這麼多錢 但是他們 總之種族歧視 是不是種族歧視 就是你賺不賺到錢 你賺到錢 就可以證明到 別人不歧視你 這個是用錢來衡量的 很多都是 有些人說 不是 你不用賺錢 或者要做到CEO 因為做不到CEO 才說別人是種族歧視 有些人說 不是 Fortune 500也有不少 都是亞洲人 這位就說 我移民來到 還不是種族歧視 我要從頭來過 start from scratch 我什麼都要從頭來過 即是種族歧視 做移民 或者不要說做移民 有些人 有些人在一個城市 搬到另外一個城市 和國家都要從頭來過 都要從頭來過 你現在搬到一個國家 你就說 我要從頭來過 這個就是 我證明到是種族歧視 有些人 很多人都是這樣 生了很多 他說 中國人做不到管理層 是否呢 我不知道 我想Sam和Wingo 你們到處去 或者是今次 我們在Pier 21 看到的 真是很多中國人 是做了很高級的 無論在醫學上 在銀行界 什麼什麼都好 教育界 很多都做到很高層 我都認識一點 總之 因為可能這位網友做不到 人們歧視他 他說 我們做中國人 或者我們做移民 要 work ten times harder 要辛苦 要辛苦十倍 但是 就 1% 的recognition 都不知道有沒有 都找不到 那些白人 好鬼死懶 經常 走出去 coffee break smoke break 喝咖啡 煲煙 和他們那幫 boss 喝咖啡 和煲煙 所以 哎 真是 他們懶 是我們這些 這樣的 移民 就 Do real work Doing real work 是真的做事 全部都是我們這些移民做的 他們 那幫人 好鬼死懶 這個是他 但是 有些人 疾回去 如果別人 和那些boss 一起去喝咖啡 你就一起去喝咖啡 真是 真是 那 還 一直都說 這裏 種族 是很不平等 很難說的 他這樣 一直 在那兩個小時 show 那裏 Sam Simmer Wingo 跟 那些 封印 那些 聊天的時候 一直在罵 這裏的白人 很壞 我受了很多種族歧視 他 很想別人說 這裏很壞 這裏很壞 這樣 整天都做到Junior roles 整天都升不到上去 那 真的 所有的疑問 所有 疑問 都是 做到Junior 真的升不到上去 那 我就 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 很多 部門 主管 也好 很多 機構 很多 我知道 很多 的移民 都是 做了不錯的 我 在Peer 21 真的整疊 這樣 可以看到 是很出名的 加拿大人 是其他國家移民來到的 真的整疊 真的 如果 他 是不是 他自己 只是 自己看得見 但是 在這裏來說 我可以想到的就是 尤其是在感恩節 Thanksgiving Day Thanksgiving Weekend 來說 我就 可以用了聖經的一句 Rejoice always Pray continually Give thanks In all circumstances In all circumstances 信景 易景 我們都應該是感恩的 不是說 整天生 整天生 如果整天都是這樣生 整天都 這個世界 人人都對我不住 用這樣的態度 對自己的心理 是很不健康的 所以 Rejoice always 你整天都要開心 喜樂 如果不是 一個人幾十年 整天都在生 整天都好 好像說 別人對你不住 這樣對你自己 在這裏的生活 是很慘的 他説 Give thanks In all circumstances 無論在甚麼情況 你都要感恩 你說 喂 我的車 爆胎 又好 死火又好 走走走走 在紅綠燈那裡 啪 踩到釘 爆胎 我也要感恩 那你就要看你那個想法是怎樣 如果你說 在車 是 走到百幾個 kilometer 一百一十個kilometer 在highway那裡爆胎 或者是死火 那時候 你就命都沒有 如果你是在走走走走 在紅綠燈面前 才爆胎 或者是小路 慢慢走的時候 爆胎 或者是死火 你就真的要感恩 因為 如果 你想想 如果你在highway搞這件事 你現在 感恩的機會都沒有 你已經死鬼了 我在這個channel那裡 前兩年 也都 去年 的時候 打風的時候 那棵樹是掉了下來 在我那個騎樓那裡 嘩 這麼大件事 不是啊 都真的要感恩 我真的感恩 因為第一 沒有死到人 第二 我那間屋 雖然那個 那個 櫃頂那裡 那條渠 就擦花了 整粒了 但是 那個屋頂沒有穿 沒有爛 嗯 是需要 是 有很多的隔離輪舍 幫忙和我斬樹 和清理了我那個backyard 我真的要感恩 那 雪掉下來都要感恩 是 是 沒有死到人 還有呢 我可以發覺到 我的隔離輪舍 原來是 真是很好人 很幫忙的 住一個很好的neighborhood 是很感恩的 那我也都很感恩 雖然說是 困在這裏 現在大流行了 快要兩年 但是呢 我真的傷風感冒 沒有 在這年多呢 我都沒有 那我真是很感恩 我亦都很感恩 是 是打了兩針 那 說就說 不是100%可以免疫 但是呢 至少 我希望 都可以有八九十個巴仙 我可以 抵抗得到 如果真的 這個病的時候 都希望有八九十個巴仙 可以 打得到 可以打低它 可以不要病得那麼慘 我亦都可以說 是很感恩 那 有這個頻道 你們看 如果你們讚好 我真真正正正是很感恩 那在這個感恩節的裏面 我就真是 多謝大家 這樣的支持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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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